客運主管解釋了還說呢當時這女乘客擋在車前去司機去推開他沒有撞他 現在還說這司機六十幾歲跟三十幾歲女子鬥憲下跪 讓公司主管也看了是於心不忍 不過事實上呢台中公車的業者對乘客不禮貌行為不只這一樁 發生在兩週前或許大家都還有印象 這另一家呢評鑑賈等的客運公司也才發生 這司機跟印度籍乘客爆發口角衝突 鬧上新聞版面 司機開車推撞並毆打港籍女子的台中客運公司 日前台中市政府公布的公車評比才拿假等 不過常搭車的長者間評論卻很兩極 自己知道說上下車太慢 有的司機會等的會不耐煩 看老人家有點不順眼就對了 好像說你老人家說說還是免費 還是說說問東問西 有的很好 真的很好 納入公車評鑑扣點 公車評鑑扣點將影響該公司 後續年度的一個虧損普遍可情依而入 交通局表示會調查納入評鑑 但公車出包不是第一回 兩個星期前才有另一家評鑑 同樣獲得假等的客運 發生一名印度籍男子搭公車要回家 疑似講電話太大聲 司機大喊制止後沒多久又打開車門 吼要趕人下車 台中各家客運公司司機數值引發民眾質疑 客運公司解釋平常都有教育訓練 但每位駕駛的情況天天不同 他們開車在外情況難以掌握 客運公司駕駛服務接連出狀況 交通局要如何改善提升服務品質 台中市民等著看 記者張一智許家師台中報導